中共已故的领导人毛泽东生前反复给中国带来大灾难 其中包括饿死几千万中国人的人造大饥荒 也包括以莫须有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罪名 差点整死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然而习近平却对祸害中国的毛泽东赞扬有加并竭力模仿 这一现象引起世界媒体的纷纷议论 9月4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习近平发表讲话 要求掌管中国传媒的中共宣传部门 向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宣战 习近平说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普世价值观这样的东西 习近平南华早报报道说 中国一位媒体人表示习近平这种说法让人们想起了毛泽东时代 在转引南华早报有关习近平与毛泽东的说法和做法 高度相似的报道时 法国工商新闻报纸回声报指出 这显然是对中国媒体是一个坏消息 法国回声报的报道说中国的媒体空间本来就已经控制的严密 如今看来将被接管 印度报纸亚洲时代发表署名文章 则是这样将毛泽东 薄熙来习近平联系起来 印度报纸亚洲时代的文章说 习近平领党下的中共反腐败运动通过对薄熙来的表演性审判 显示出一种怪异的转折 令人不禁想起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大清洗 文章说对薄熙来的起诉根本就不是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或展示中国当局真正致力于铲除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文化 而只是一种政治报复 其特色是挑选打击对象 毛泽东统治中国时独断专行 临死前十年前发动了中共也承认的是疯狂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特色是肆意践踏法律 全中国的人都要听命于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总部设在日本的日本国际外交事务网络英文杂志 《外交家》发表该杂志编辑凯克的署名文章 对习近平刻意模仿毛泽东的说法和做法进行了调侃 《外交家》杂志的文章说 习近平的反贪污运动可能不会走到文化大革命那一步 但看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基本思路是适用的 中共最高层据信没有人跟贪污受贿完全能撇清干系 于是反贪污运动就让习近平可以清除任何阻碍他实行经济改革的人 习近平如此得来的经济改革到底会有利于谁 这对中国公众来说恐怕已经没有悬念 中共早些时候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中国公众现在普遍抱怨 中共的权贵以公众利益为代价自己先富起来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已经禁止中国媒体报道或评论权贵资本主义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媒体看中国东宁